- 哇 我很少看到這種特別的 有質感的 vintage的熔蠟燭 - 這裡的光線 最厲害的一件事 它是可以調校高度的 口罩看錢包又回來了 中央是 - 年末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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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市場不單止是一個年末的市場 - 我覺得也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小小的成績表 - 大家好 我是Gunling - 時隔四個月我們又要回香港了 - 今次我們就參加了1月17日至1月21日 - 在北角回對出碼頭搞的Watermark - 我首先會回到香港準備一下 - 然後玉奶奶會試集的5天過來幫忙 - 和見一下大家的 - 其實今次都是我第一次跟男朋友 - 一起在香港過農曆新年 - COVID之後 - 真是很久農曆新年沒回過香港 - 平時農曆新年都很近我生日 - 禮事就會鬥雙倍 - 我們就有這個年宵的傳統 - 不知道韓國其實有沒有這些年宵市集的 - 連韓國也沒有 - 傳統市場 - 你會買過的傭充ках - 我們是宵日前5天 - 當時是國市場一樣 - 苏有花孔 - 初來是馬唯年 - 但本上都都買了 - 但是上市場外有飲食物 - 做什麼 - 我們的傳統 - 早前來 - 天井海 - 這個商店 - 買著購物 - 買了購物 - 買了購物 - 買了 - 買了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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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買藉物 - 買了購物 真的沒有這樣 但是他們會買了一天的禮物 他們沒有說什麼年少才有的花 他們是送韓牛和餐肉的 連年都都不在 但是最多人的東西是什麼 是spam的禮物 spam是我們傳統的食物 也沒有 不像是 連年都不在 我們 祖花 是無盜餅 從東方來的年少女們來的 因為今年年30萬我們還在做市集 如無意外 如果大家那天給面子來的話 年30萬都會看到我們 所以年30萬就沒有安排任何節目 但是年初一 他就會跟我回家度過年 所以我就叫他準備 喝很多酒 但是他之前 其實來香港在我家喝過茅台 他都沒有醉過 他說自己不是喝很多 但是Yanny也有來 完全醉了 所以這次我們這個年少市集 準備了什麼呢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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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收拾些 sample 寄回香港的時候 我就想起 這個年少市集 好像是一個 我的2022年回顧 基本上每一個產品 都是我一手一腳去找回來 還有去談回來的 看到這些產品的時候 就好像在回顧我2022年韓國拼博的小故事 有 supplement 有零食 有衣服 而其中 大家最深刻的 應該就是口罩 其實今年年少市集 我們都準備了 就是有心力血的 口罩體驗包 又回來了 所謂的體驗包 其實是我們自己人手 把不同尺寸 不同顏色 不同品牌的 拆出來 再組在一起 讓大家可以試完不同尺寸 試完不同材質 覺得哪一種的口罩 最適合自己呢 就之後會靠那個口罩 這次就準備 50個的口罩體驗包 我們5天的年少市集 每一天就會限定10個的數量 每人可能只可以買一個 2個買完之後 朋友帶來 不然是 第二天又回來了 那是吧 第二天又回來了 第二天又回來了 五天又回來了 公養 是 年末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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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市場 為了準備這個新年的市集 我們開了一個 Sixfab Homes 這個IG 主要就是買一些家品 而其中 為什麼我會開這條路線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年宵 總是要有一些精緻的禮物仔 去送給朋友 家人 或者情人節 都需要買一些 有一點儀式感 又實用的禮物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東西給大家 簡單 就是這個容立燭燈了 為什麼我會經常找到這麼有趣的東西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買家品 我上次去日本的時候 跟朋友說 你真的給我省了很多錢 因為其實你給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都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我是很留意家人家用什麼擺設 用什麼家品 這個就是我見過一個韓國Youtuber 在他家用的 我見到他用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哇 我很少見到這種這麼特別 這麼有質感 這麼vintage的容立燭燈 我們都是買Yanki那一隻 最基本的容立燭燈 就是他都有 我都有 但是我真的沒見過一種 有碎鑽在上面的玻璃燈 而且它的體積不大 但是我告訴你 最厲害的一件東西 它是可以調校高度的 完全小燈都挑選的 我們這次試集 是會有三個現貨的款式 首先就是有這個 圓的細鑽 叫做 這個叫Elsa 這個叫Elsa 我發覺每一個款式 都是由他捧場的朋友 全部傳給朋友看 他們跟我說他們喜歡的款式 全部都不同 就是阿巢他說他喜歡這一款 但我自己就喜歡這款玫瑰金 再捧一個正方形的細鑽 而且這款也是他店家最受歡迎的 但也有朋友是喜歡大鑽的款式 它是一個大的直條鑽 新年想去送禮物給朋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是超級適合 你可以買我們的蠟燭 分衣草味 精油香味的蠟燭 這個尺寸 而且很適合這個 所以打算大家開心一個套餐 連一套這樣買回去 裡面的分衣草 這兩款是前面有多個USB位置 可以給你插手機充電的 因為這個有鑽石去反射 所以其實你在暗的環境看 它會有一些像閃轉彩虹的光影出來 所以是超漂亮 大家也可以來到連銷市集 親身看它的樣子 但因為那裡未必可以插電 所以就未必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它著了燈的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IG 之後我們還會有福袋 福袋是有 Innerduty的福袋 包括有Wear Mask 還有美白丸 護肝丸 還有一個福袋 就是我們的衣服 和韓國製的絲襪 我想說韓國的絲襪 也是我嘔心拿它去找的 它也跟我說韓國有個brand很出名的 譬如說是BYC 但其實這些brand 我們仔細看 它很多不是韓國製的 所以我就真的想找一些 Made in Korea的絲襪給大家 其實如果有買絲襪的人 都知道有分20D 50D 40D 80D 或者150D 那我就不是想買那些功能性很緊的絲襪 我是想買一些冬天穿的時候 它起碼某程度上都會亂 擋到風 滑到風 第二就是 它那個穿上去的時候 會有一定程度 油膚的效果 遮到你本身腳上的乳痕 而且它不是太深色的 有很多朋友都不喜歡 那一穿上去的腳就會變得很黑 那所以我就選了一款 就是80D Made in Korea的絲襪 衣服的福袋裡面 分別會有20D和80D的韓國製絲襪 是Random送出的 然後就是有新年限定的情侶款衣 第一款就是這個紅紅的Sweater 有三種顏色的 就有我這個Mint色 Navy色 還有這個 主席 咦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小物色 這個裡面它是沒有加賊帽的 是比較適合春天的時候穿的 因為它就不會很熱 還有一款就是 蓮帽的紅紅hoodie 其實也是一個很oversize的款式 對 這裡還有一個袋 第三個就是我今年最喜歡的一個design 就是有漂亮半拉鍊的一個Sweater 那這個也是男女都能穿的一款 我們上次還去了拍這個情侶妝款式的照片 那時候就是去我Toumageun的studio拍 拍到最後的時候我叫她幫我拍這條褲 然後她又看到這條褲 哇 這條褲好漂亮 我想說這條褲是極度神奇 因為其實不是我選的 這個是屋中hans pic 那它這條褲選回來之後 是我朋友 還有是所有人都說很漂亮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稱它為 New Jeans Party New Jeans Jeans 我自己覺得是有少少Y2K復古的元素 但是男生我問為什麼這麼喜歡這條褲 他就說好像看起來很舒服 有少少碰碰的 roll起來起來 它也有一定的挺度 它不會放下去 但是它又不會很硬 它有三個size 我是穿S馬都穿到的 那去到L馬的話 我想真的去到XL都穿到 因為它真的很寬闊 很舒服 那這條褲也是我們在市集會有的一個款式 還有最後就是有新年限定的紅衣服 17號開始先來先有著數 因為有很多新款 市集限定的產品都會陸續在我小店IG公佈 大家詳情都可以看我的IG 還有我們還準備了很多小禮物給大家 例如是有Anino的一個體驗套裝 會有限量一百份的 之前來過見面會的朋友可能都見過 但是這次是送另外一件東西給大家的 所以大家都不要錯過 希望可以看到你們 這個蓋子什麼時候 這個蓋子什麼時候才弄走 為什麼 那我去的時候就把頭蓋子蓋上去 把頭蓋上去 他的蓋子 我們這次回香港 因為我們兩個都要回去 狗狗就會在我朋友家住一個星期 貓就會保留在家 有個朋友很喜歡貓的 可能會過來住你 我們很快就會回來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此集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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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 真的還不錯 我是搭訪鑽的 你做不到 我愛你 我愛你